她是欧盟政坛中的一股清流 面对北约对俄制裁的行为 她勇敢站出怒怼北约 直言 你们假装的同情让我觉得恶心 不仅如此 更是公开谴责美国是侵略恶魔 言辞犀利直指痛楚 将美国的遮羞部全部撤下 她就是一位超有正义感的欧盟女议员 克莱尔·戴利 2022年4月9日 克莱尔·戴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段视频 毫不留情地讽刺了北约以及欧盟 当时一位欧洲议员丹巴茨基 开始介绍北约的好处 其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让欧盟听取北约的指示 继续向乌提供军事支援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戴利直接站起来质问丹巴茨基 北约在什么情况下发挥了有效作用 或者是在哪里带来的和平 获得不说 戴利的一番话对得她哑口无言 不仅如此 戴利还谴责欧洲 对俄罗斯不断制裁的举措 她说到欧盟口口声声说 乌克兰人民的性命必须得到保障 另一只手却拒绝向俄罗斯人民 出口日常所需的商品 难道制裁俄罗斯就能拯救 乌克兰人的生命 难道切断俄罗斯的能源通道去购买 更加昂贵的美国天然气 我们就能救得了乌克兰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带着一针剑鞋地指出欧盟的行为 不过是借着冲突的名誉 对俄罗斯发起一系列遏制行动 同时戴利认为 如果真想平息战火 那么最有效的做法就是 立马停止向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这样才是真正为乌克兰的百姓们着想 但欧盟的做法 根本就不是为了俄乌和平 反而还激化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 在批评欧盟的过程中 戴利再也掩盖不住心中的情绪 直接怒罪欧盟假装同情乌克兰的态度极其虚伪 让我感到恶心 不得不说 戴利的这番表态言辞犀利 态度分明 就是要抨击欧盟的做法是错误的 这种做法不但没有让乌克兰战场停火 反而还火上浇油 现在的欧盟就是和美国北约同流合污 甘愿当其军工复合体的工具 丝毫没有为乌克兰 俄罗斯以及欧盟民众们着想 事实也正如戴利所说 长期以来 北约一直都伪装成一个防御性的军事集团 实际上却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恶魔 对他国发动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 戴利不止一次炮空美国和欧盟 3月7日 欧洲会议上 一项谴责俄罗斯并要求俄方立即撤军的决议 遭到了多名议员的反对 当时的戴利也在场 在得知后 他立马站出来在会议现场愤怒地斥责美国 以及质问欧洲议会的立场 戴利称 自上次全体会议以来 有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背井离乡 寻求食物和安全 500万阿富汗儿童们面临饥荒而痛苦地死去 为了生存 同婚和儿童贩卖增加了500% 可在这次会议上 甚至连提都没有人提起 戴利掩盖不住心中的怒火 直接发起了灵魂质问 难道就因为阿富汗的危机是来自美国的武器 美国的入侵吗 戴利的这一番愤怒的斥责 真是给人一种痛快的感觉 不得不说戴利的每次破口大骂和讽刺都直接戳到了最重要的点上 一针见邪地指出了欧盟那丑陋的嘴脸令人感到恶心 事实上这也不是戴利的一面之词 从很多事情上都能看得出来 欧盟已经丧失了基本职能 比如处理俄罗斯能源问题的时候 在欧盟部分成员国明显无法离开俄罗斯能源的情况下 欧盟仍在傻傻地跟随美国禁制俄罗斯能源 同时还和美国签订了能源安全协议 宁愿花高价购买美国肮脏的天然气 也不愿意使用卢物去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不仅如此 每次在美国制定了新的制裁令后 欧盟总是迅速地跟上去 甚至还和北约做一些反额配合 欧盟所做的种种事情 已经说明了一个本质问题 欧盟已经不再是曾经的经济联盟了 已经变成了军工处合体下的军事联盟工具 最为关键的是 欧盟做出的行动对于欧洲居民来说 压根就没有积极作用 只会加达欧洲居民们的生活负担 这位正义的女议员还勇敢地替中国说公道话 当时欧洲会议召开了安全与防务委员会会议 此次的会议主题时涉及到中国的军事建设 其中戴利也参与了此次会议中 期间有的欧盟议员指责中国的国防开支 在过去的20年里增加了8倍 借此言论故意渲染中国威胁论 戴利听到此话后立马站出来回嘴道 中国2020年军费开支是2520亿美元 这比西欧国家还低了220亿美元 而相比于中国14亿人口 西欧只有不到2亿 所以中国的人均军费要少得多 与美国相比 中国的人均军费更是微不足道 同时戴利发出了灵魂质问 他称在场的发言者们有任何证据证明 中国发展军事是值得警惕的 这只是一个国家为了保卫自己 而非为了进行对外军事干预 欧洲难道不应该在这场斗争中 远离美国的游戏和经济衰退更好吗 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 将美国以及欧盟的那些遮羞布全部给扯了下来 戴利的这几番谴责虽然带着攻击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的真实真相 更是一针见血地戳到了欧盟某些人的心脏上 在欧盟会议当中 绝大多数欧盟议员都要追随美国 对美国进行附和 很少有实事求是的议员 可以说戴利是欧洲会议当中难得的一股侵略 这让人不得不想到了 同样也是敢于说真话的欧盟议员米克华来世 他也曾多次在欧盟会议上毫不留情地讽刺美国和欧盟 甚至直言 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侵略者 美国才是此次大毛跟二毛冲突的幕后推手 华盛顿应当为此负责 不得不说 纵观两位正义议员所发表的言论 现在的欧盟在自身安全问题上没有任何决定权 他完全处于美国的控制和引导之下 只做对美国有利的事情 欧洲不再有自己的利益 就拿能源问题来说 欧盟跟着美国一个劲的制裁俄罗斯 可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 同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一样 美国对俄罗斯的能源就没有那么强的依赖 可是欧洲离了俄罗斯能源显然是不行的 俄罗斯在切断了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后 欧洲天然气和油价直线飙升 使得当地居民陷入生活危机 德国政府甚至还限制民众洗澡 很多国家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撑过下一个冬季 面对这场能源危机 欧洲国家曾联系中东 希望对方能补缺 然而收到的却是来自对方的拒绝 然后转头又联系自己的老大哥美国 结果美国不仅在偷偷进口俄罗斯的石油 还不愿意提供石油开采量 以供应欧洲市场 尽管欧洲一直顺应着美国的心意制裁俄罗斯 但是美国好像对欧洲的功劳视而不见 欧洲国家们只能认栽 能源问题虽然重要 但远远算不上紧急 他们也会陷入粮食危机 近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就喊话普京 要俄罗斯立刻放行数百艘被扣留在黑海的小麦运输船 如果小麦不能即时运输到欧洲港口 欧洲人就要饿肚子饿 这下让我们知道了 欧盟不但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 在粮食上也得依靠俄罗斯和乌克兰 毕竟俄乌两国是全球排名靠前的粮食出口大户 但说小麦俄罗斯占全球产量的10% 全球出口量的16% 乌克兰占全球小麦产量的4% 全球出口量的10% 在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因为受到制裁 导致货船受到封堵 乌克兰成为战场迎向粮食出口 两国的小麦出口量也大幅下降 直接就造成了全球粮食价格飙升 像非洲的一些国家们本来就面临粮食危机 如今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很多国家不得不拿出储备粮食就是 但这样的短期行为是无法持续的 现在欧洲就是这样的 由此可见欧洲人常年跟随美国起舞 而到了最后 欧盟发现自己的制裁回过来头 却重重打击了自己 没有天然气取暖是小事 现在连粮食也不够吃了 那就太难受了 制裁的时候可谓是嚣张至极 现在等到粮食不够的时候 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是话又说回来 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后悔药可以吃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